好 当你下载完这一个 在QuickSpeed里面下载完你的MetaHuman之后 再看一下如何来导入到你的UE 那导入到你的工程 那我刚刚呢下载了这一个 我创造的第一个人物 但你也可以直接用预设 他这里有包含了一些预设 这是我刚刚好玩捏的一个人 下载好之后呢 你可以点这个add 添加 然后添加至你的工程 好 这一个过程呢 也会有一点差 因为我们这个人物 大概做出来会有几个机 所以添加的过程呢 会有一个渲染 好 我这里的添加成功了 你那第一次添加呢 他会有许多 这边会有弹出一些警告 说要启用什么 然后你这些都必须要启用 必须要启用 才能 启用之后来重启 好导入之后呢 你这一边就会有一个metahuman 什么 启用夹 另外有 我们做的那个人物呢 叫tray 好 我们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这个难图啊 bp tray 来看到 他的人物 如 但是如何把它变成我们的主角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小白人 我们得拿小白人的这一个bp 来换成我们刚刚捏的那个metahuman啊 老邦法啊 这个像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找blueprint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添加啊 添加功能或内容包里面 添加这个第三层游戏 有的话呢 就直接将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文件复制出来 我在lera底下呢 先进了一个correctus的木物文件奖 再新建一个 给它取个名字到lera 然后我们的主角的名字lera 然后把这个blueprint 把这个小白人的 难图呢 复制过来 然后给它换一个名字 叫做lera 然后打开它 另外呢 还有刚刚我们下载好的 这个原人类 mahuman tree 我们也把它打开它 看一下如何将这一些人物 如何将这一些内容复制过去呢 首先把它这个face展开啊 这些就是它的身体脸 脚手等之类的东西 我们需要把它给展开 然后呢 全选按住shift全选 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跑到你自己的人物的网格体 下面 网格体下面 选择粘贴 嗯 它没粘过去 我们拖进去啊 一定要在这个网格体之下 另外这一些东西必须要在face的下面 face下面 像睫毛头发之类的 都需要在脸下面 好 做到这之后呢 你看点这个四口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人物在这里了 但是呢 没有对齐啊 我们需要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这一个网格体 然后跑到这一边 它的主身体这里 我们点一下这个 嗯 在这里 点一下这个缝纳镜 好 就浏览到了 对不对 然后再跑到这边 将我们的主身体也换一下 好 好这样子呢 就换成功了 但是位置还是错的啊 我们写 我们选选一下这一边 选选一下这一边 把它的这个位置复位一下 然后旋转复位一下 好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这一个人 得到人 好 保存一下 可以 下车 хочет 到了 所以 泈 是 与